好,再记录一下第11期的Gameweaver开发日志 这两天呢,开发了5个功能点 12345,从2号到6号 比较简单吧,没啥难度 主要是这个多模块切换 第一个多模块切换的比较复杂 就是这个monica editor多个文件去切换 比如说多个文件去切换的时候 这个有点复杂 就是需要保持住每个文件上次的编辑状态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demo 嗯,比如说现在我在第4号去修改 第4号去修改 然后呢,我现在切换到别的文件 写点东西啊 然后我们现在比如说切回去 看他这个状态还能保持到这个光标 然后还能保持到这个changed的 然后你看这个光标还能保持到这个第8号 然后再回来 发现这个被选择的状态也是能保存下来的 嗯,这个就是monica editor的一个 save state这样的一个函数 嗯,找一下 嗯,哪去了? 这儿 这儿就是这,这块 嗯,这块这个方法这个逻辑 嗯,首先我要这个找到这个,我在页面进行切换的时候 比如说这些页面tap也进行切换的时候,切换不同的文件的时候 嗯,然后先要找到上次的那个model 然后上次的状态 然后把它在切换之前 先把它save起来 然后切换之后呢 嗯,切换之后呢 然后检查一下这个有没有这个model被保存 如果没有保存的话,要新建一个 另一个model 然后如果是存在的话 那么就是把 现在这个新打开的文件的model取出来 get model state and state 然后把它重新set model 然后恢复它的restart它的view state 就这样一个逻辑 嗯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实现这种就是多个文件进行切换 嗯,这个 其中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API 嗯,一个是set model 一个是restart view state 这个state哪里来的呢 就是刚才save的,save进去的 这个model怎么得到的呢 就是通过这种 也是这两个API get model 和save view state 然后与此对应的呢 有两个方法叫做set model 啊,and restore view state 两个方法 这两个API和 和这两个API正好是相对的 正好是配合一些使用的 然后这周还 呃,对这个添加model 做了一个改进 就是会经常开发过程中就会经常遇到这个 呃,model已经存在 不能再添加这样一个错误 呃,但是 呃,经过这个仔细 仔细研究发现这个 他这个model是 只能创建一次 比如说只能是 只能create一次 同样一个uri 就是同样一个文件 呃,文件 呃,只能创建一个model 所以呢,我每次 比如说新建一个文件 我先打开个文件的时候 先要先要用这个文件名来查找像这个model model 就是是否已经这个被创建过 因为这个model还会把所有的这个model存起来 比如说有个叫monaco co editor get models 这是所有的model 他能把所有的 他能把所有的model 全给 保存起来 所以呢 如果再添加这个新model的时候呢 应该检查一下 呃,检查一下这个model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就就就把它那个 返回去 然后 就防止它重复这个 呃,create model 这样会会出错 所以这最终呢 就是对这个 对这个API model API 更加熟悉了一些 呃,一个是create model 一个是叫做 呃,get model save state 呃,save set model 呃,restore real state 对这个API 呃,更加熟悉了 然后 嗯,这是第一个难点 然后接下来就比较容易了 然后比如说 呃,对这个game folder进行order 然后也比较容易 其实就是调用这个主进程 这个 这个 这个招有,这个招有做错了 嗯 嗯 你出错了 先启动一下 都刚才有刷新了 然后又出错了 把它重新启动一下 我修改一下 man 到时候重新启动 然后 组建成里边 嗯 创建文件 读取文件 读取文件夹 然后 嗯 就是这个read directories in space 对这个方法进行进行一下改造 先读出这个所有的文件夹来然后呢 获取这个文件夹的state 就是通过这个文件夹的目录 完整的目录 然后读取它的那个 这个状态 它的状态里边有一个叫做 create time milliseconds 这样的一个 方 这个属性 就能得到它的创建时间 然后呢 把它创建时间拿到以后呢 反 反正给下一个扫的方法 然后做一个排序 做一个descending order的一个排序 然后最后把这个排完序的结果反回来 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然后 然后就是添加这个 console的support console 就是 game有什么开发游戏过程中 我会 比如说在这个代码里边 进行打一些日志 打一些日志 然后呢 就是游戏边的 console日志呢 想让它呃呃呈现到这个这个 控制台里 控制台里 然后呢 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用到一个 啊 叫做 windows那个message 方法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game的元代码 game game页面 啊 game的页面呢 有新增加了一个叫做 啊 bridge.js 就是这样一个嘛 就这样一个 一段代码 叫bridge bridge.js 就是这个东西 啊 这个东西呢 就是 嗯 把这个gs里边的那个console方法 这些console方法 重载 override一下 然后让它那个 发送message 发送message 到 parent window里去 发送message呢 就是用这个方法 通过 window.parent.postmessage 发送给父亲 发送给父亲呢 就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主应用里边通过 呃 用 Window 啊 这 又是window event 通过这个 监听这个window的一个 message 事件 因为刚才那个 postmessage 直接post到这个windows 父亲的windows里边 从这个父亲的windows呢 监听这个message 然后对这个message 进行这个 处理 处理 然后如果是发现是来自于这个 游戏的 页面 然后呢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不会处理 如果是的话 就会 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然后把他的数据 解析出来 解析出来 解析出来了 然后 调用这个我们 我们这个组成虚立特的console方法 比如说 看现在就是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game page is fully loaded 然后这个消息呢 其实是从哪出来的 从这个 从这出来的 从这个 从这 从这个游戏里边的这个bridge方法里出来的 他这里打印一个 message 然后呢 在这个 出英语里边就能得到 出英语里 比如说你看这个 game page is fully loaded 还有一个叫做 message gmrocks 这两个消息呢 都是从 都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都从游戏里边 发出来的 然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组成虚里头 就能监控导 监听导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开发游戏过程中 啊 就像在这里 这是个游戏的 主见面 呃 主 主程序吧 主场景 messing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文件 如果我们在写这个 主场景的时候 开发游戏过程中 像 呃 网的console里边打点调试的 日志 在那怎么能看到 就是通过这个 呃 打这个console 比如说演示一下啊 然后 就是这是那个 呃 我们 在这里吧 嗯 嗯 干嘛 干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refresh一下 看 refresh一下 刷新的时候呢 它这个demo game 然后这个日志就打出来了 这个日志呢 其实 就是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main.js里边去打印 去打出来的 打出来的 然后呢通过这个bridge.js 然后把它 把它这个发送出去 然后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post parent message 然后发送出去 然后我们的主程序呢 主程序呢 listen到这个message 主程序 我们的主程序呢 window listen到这个message 然后呢 对这个message进行print 进行print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这个游戏和主程序的通讯 嗯 现在呢是实现了这个叫做这个console这个console的这个集成 下一步呢 我要做对这个错误进行处理 比如说我在bridge里边 这个现在是console 这个现在是对这个console进行包装 如果将来的话还可以就是 嗯 比如说 window 啊 然后on error on error 会捕捉这个游戏的错误 然后呢 sendgameerror to parent window 然后如果这个游戏发生错误呢 会把这个错误通过这个方法 然后发送到这里 然后呢 呃 这个parent的那个window 就通过这个error事件呢 能捕捉到送给他的这个error 这样的话 就能把把游戏里边的错误呢 打印到主程序里去 这是下一步的工作 然后我把它写上 cntgameer ln d patch to may program may program may window may window may window 对 这就是下一步的工作 然后呢 呃 还有两个比较小的工作 一个是对游戏文件进行保存 然后每个游戏都可以保存相应的 main.js还有其他场景的文件 然后又添加了一个preview preview的refresh 比如说像刚才这样 我们把这个写完以后呢 点这个运行preview 这就是preview preview之后他会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保存的话 然后再顺便再refresh一下 这个也比较简单 其实就是用这个 这里有一个叫refresh的方法 这个refreshview的方法 按这个按钮 refresh方法 是从这个hook里传过来的 传过来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先保存 然后呢 在这个刷新这个iframe 这个handler就是一个刷新iframe的一个方法 也比较简单 现在就是基本上这个游戏继续可以进行开发了 就是不考虑错误的情况下进行开发 有点喜欢解释的就是这个字里表现在还是比如说默认这些 内置的三个文件 是main.js success.js 然后是villiar.js 它们分别是对应 分别是对应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和这个文件 success.js 为什么success没有了 我保存一下 success.js success.js 我算一下 哎 有了 最后有了 然后villiar villiar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i.js也有了 对 对 这样的话 也保存 它这个几个文件都有了 这个文件不需要不需要去编辑 什么也不考虑 这样的话就基本的就是游戏的开发功能就完成了 嗯 我们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在这个组成训组里边 修改一下游戏连代码 现在是set 它的 scale 它们看到height 啊就是height logos get 500% 出印500% 我们把这个 变大一点 变大一点 就是把这个logo变大一点 变大一点试试看 哎 看别这么大了 那太大了 哎 这还好一点 对 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实现的一个一个编辑代码的一个编辑代码的过程中 然后可以进行refresh 然后可以点这个进行这个全屏的这个呃全屏预览全屏的这个play 然后可以把这个关掉 嗯 这样的话基本的功能都就都做完了 好 这三个文件现在是目前是没法关闭的就是默认都打开的 没关系啊 好 今天先到这儿 然后下周有更新的话再继续 继续介绍继续记录吧